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先讲一讲 明创优品保护性收购永辉 受伤的真的是胖东来吗 事情的原始信息是这样啊 9月23号明创优品跟永辉都发布了公告 63亿人民币收购了29.4%的永辉股份 成为了永辉的第一大股东 大家要注意啊 永辉超市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是个A股上市公司 而明创优品的应该是一个 在港股和纽交所上市的公司 那么上市公司之间的话 他们这种收购就直接是在股市上买 别人家的股票就好了 所以并不涉及增发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 永辉也不会得到新的现金 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市场上就有各种舆论和反馈了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第一个叫胖东来被被刺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胖东来也就是于东来呢 是在前面对永辉超市进行了帮扶 帮永辉超市去改店 改他们的各种的制度 改他们的员工待遇 改他们的供应链 而且经过胖东来的改造之后 永辉超市的很多家门店 客流量暴涨 销售额暴增 本来可能胖东来能够得到永辉的 结果没有得到 对那么胖东来呢 就宣布说不再帮扶企业了 不费着劲了 所有胖东来的员工呢 最快九月底 最慢十月底都回家 正常该休假休假 自己去过自己的日子 永辉里边的胖东来商品 因为走了很多胖东来的供应链商品 也都出现了断货 虽然后来于东来本人也出来批谣 说我们这个帮扶还会继续 只是不再有新的企业进行帮扶了 而且再帮扶的话 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员工 跑到对方的企业里头去了 你想学 你就自己来这儿学来 咱们以后的帮扶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那么永辉这一次 到底是不是胖东来受伤了 一定是啊 胖东来呢 应该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他通过这种永辉改造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切磕上市的 但是现在等于这个机会就没有给他 胖东来也就撤退了 还有一种消息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消息就是永辉创始人套件跑路了 永辉超市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呢 叫张宣松 你想有人给了63亿人民币买了29.4的股份 是不是永辉超市的老板直接把股份卖了跑了呢 这件事情 后面也是会去批谣的 然后永辉的股票大涨 三天连续涨停板 明创优品的股价呢 一开始是大跌 现在呢 基本上算是起本回升了 因为正好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港股 中概股都在涨 所以呢 明创优品又涨回来了 官方呢 肯定是进行了一些批谣 首先是永辉超市说 创始人张宣松的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 就是这一次卖的不是他的股票 而且将继续向胖冬来学习 胖冬来也会继续帮扶 胖冬来这边呢 也做了一个批谣 就是我们还会再进行两年的帮扶 只是我的人不去了 后面我们也不再对新的企业进行帮扶了 明创优品的叶国富呢 也出来讲了正在胖冬来模式 说他考察了很多零售企业 包括山姆还有美国的很多零售企业 发现唯一能走得通 或者在中国能走通的只有胖冬来模式 还是要树立自己的品牌 而且要尊重客户 尊重员工 让所有人能感到幸福 这样的模式 才有可能在中国走得下去 所以啊 他认为胖冬来给永辉改店 改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这件事情促使了他去收购永辉超市 交易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谁卖的永辉的股份呢 29.4总是要有人卖嘛 第一个就是卖的股份最多的这公司呢 名字很怪啊 叫牛奶公司 就真的是牛奶 牛奶国际公司 这公司呢 主要是做什么的 主要是在香港 澳门 新加坡和华南地区 运营711超市的 311实际上真正出手的是他 他大概是卖了20%左右的股份出去 直接就把手里边所有的永辉股份 全都给卖光了 这个711呢 也算是个比较奇葩的公司 他是1927年建立于美国达拉斯 最早的名字呢 叫做南大陆置冰公司 因为那时候大家家里没有冰箱 所以想保存点什么东西 需要买冰块 所以711最早干这个事了 711的意思是早上7点上班 晚上11点下班 这个告诉你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长 后来呢是在日本快速发展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 711是个日本超市 而中国的711呢 广东地区的是硅 牛奶国际公司来管理的 江浙上海一带的呢 是归台湾统一商超公司来管理的 北京天津成都的 是归711中国公司来管理的 所以711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公司 这是第一个退出方 另外一个退出方是谁 另外一个退出方是京东 京东呢大概是退了8点多的股份 还是9点多的股份 最后剩了20% 不像那个711是直接退干净了 京东也是在这一次退出里边比较多的 所以真正退出的是他们两家 那你说买入了29.4%就算收购了吗 这个其实不应该这么算啊 永辉的管理呢 是要靠股东会和董事会来去联合一起管理的 明创优品的作为第一大股东 肯定可以在董事会中的占据更多的话语权 但是呢一般呢是两个上市公司收购了以后会有一家公司要退市的 你不能两个上市公司收购完了以后 还在上面都在那晃悠 这个是不行的 就算是没有公司退市的话 至少也能够进行报表合并了才能算收购 这个29.4肯定是没有办法合并报表 但是呢超过20%的股份 它还是会成为重大影响 但这个要看啊 这个具体怎么看 因为29.4对于明创优品来说呢 肯定算是一个重大影响 就是你在里面占了20%以上股份了 但是呢这个操作的定性是很微妙的 咱们前面讲说29.4不应该算收购 但是呢明创优品对外发的公告叫做什么 它叫保护性收购 所以呢它还是定义为了一个收购 什么叫保护性收购呢 是抵御恶意收购的操作叫做保护性收购 就是有人未经你同意就要来收购你了 而且你的董事会你的股东大会都不太乐意的情况下 人家进行这种强制收购 在这个时候做的很多的收购动作就叫保护性收购 那么有人要恶意收购永辉超市吗 这个有啊 那么谁呢就是胖东来 胖东来呢其实是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 工作组直接下乡了 把自己的员工派到永辉超市的店里边去 而且呢进行了供应链整合 他们使用大量的胖东来供应链 在里边卖胖东来的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也不跟你谈价格 也不跟你谈我到底怎么收购你 只是呢 把这个人送进去以后 开始不断的从内部瓦解永辉超市 大家知道像超市这种东西呢 它叫人货厂 人实际上胖东来已经进去做和平演变去了 货呢已经替换成胖东来的了 场地是永辉的 但是现在其实场地并不缺 我就在你旁边再开一家胖东来又怎么样 而且品牌最后走的是胖东来的 你永辉折腾半天 最后你卖的是胖东来的 那你到最后如果胖东来说 要么你让我收购你 要么我就拉着你的人 拉着你的货 我们在旁边再给你开一家 那永辉就被他弄死了 所以实际上胖东来应该是在进行一个恶意收购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胖东来也就可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标了 其实就有点像当年共产国际干的活啊 经过名创优品的保护性收购之后呢 股权结构就发生了变化 股价也被重新定义了 因为永辉的价值在快速上升 连续几个涨停板 胖东来呢也就只能放弃 原来的计划 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 余东来就马上把他原来的人就都招回来了 肯定也是发现原来这条路走不通了 保护性收购的目的呢也算达成了 但是面子呢大家还是留在这儿了 永辉呢也还将继续高举胖东来的旗帜 也就像尊义会议之后 国党虽然排除了共产国际的控制 但依然是共产党啊 他干了这么一个事情 再往后讲 明创优品跟永辉在一起以后 真的能走出来胖东来和山姆的路吗 其实胖东来跟山姆 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像的 都是靠高品质造口碑 提高整个超市的评较比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盈利呢 咱们先看看明创优品是谁 明创优品呢 我是在印尼的雅加达 跟明创优品的印尼区负责人聊过 他们最早其实是卖日本商品 其实也是中国商品 但是他们给自己写了一个很日本的名字 甚至最早期的明创优品的logo上 左边是英文的 右边是日文的 明创优品早期的店面装修里边 专门会写一句话 叫日本设计师专门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所有的商品的设计 都是由日本设计师设计的 只是呢 在中国造 造完了以后呢 我们专门卖这些 日本设计师设计的这些商品 早期呢 明创优品也会宣传 我们是有几个日本的大的设计师的 有一些日本著名的设计师在我们这里去工作 但是后来呢 因为中日关系也就变成这样了嘛 所以后来他们就不再强调是日本设计师专门店了 明创优品真正干的比较奇葩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呢是将线上的电商搬到线下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就是原来我们都说我们把线下的商超搬到线上去 这叶国富是反过来的 因为我当时也是听名创优品印尼区的负责人 给我们讲他们的方家历史和创业故事 他说当时叶国富看了线上淘宝整个运作方式 以后发现说第一个用户的选择成本很高 因为商品很多嘛 你到底要想买哪一个 你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去进行挑选 而且呢试错成本也很高 你选完了以后将来会选错嘛 我们干脆把这些东西拿到线下来 让你重新去卖不就完事了吗 那你说他跟普通的商超又有什么区别呢 差异就在这儿 就是他是先在线上进行数据收集和筛选 他先去看淘宝 看所有线上的这些平台 哪个东西卖的好 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选品 说我发现这个东西卖的好 那个东西卖的好 哪个东西卖好了 有什么什么原因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选品了以后 找工厂代工生产 再到线下进行连锁加盟以后 形成统一的品牌风格和装修 进行销售 他们呢不但是在国内卖的很好 而且在全世界卖的都非常不错 明创优品是在印尼 当时我去的时候 他们算是印尼当地的这种 很高端的这种商品 都是进的最大的百货商场 进的最大的收品帽里头 做非常好的装修 因为明创优品整个的装修风格 还是相当不错的 也不显得掉价 不像那种真的小商品市场似的 你一进去以后觉得很low 他其实进很多的大商场 还是比较有格调的 虽然卖的东西都不贵 这是明创优品真正的核心能力 就是通过把线上的一套运作方式 重新扳回线下来 所以他要比整个线下商超 要领先一个时代 明创优品的在全球铺开了以后 在2010年纽交所上市 2022年在香港联交所双城主要上市 目前呢还在高歌猛进 但是呢明创优品 其实也遇到了他的竞争对手 是谁呢就是在全球面临Timo的竞争 因为他卖的很多东西跟Timo 其实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 而且他的很多工厂跟Timo的工厂 其实是一拨人 所以对于他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因为线上跟线下比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 就是线上会打大量的线上广告 因为呢你在每天看互联网 看手机这个过程中 你会看到线上的广告 而线下的话 那个店就在那待着 你不到那个店那去 你就看不到他们家的广告 或者你看不到他们家的这种漏出和展示 那么这个还是有差异的 就是线上有他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数据搬到线下来使用 但是线上打广告那套东西 线下是搞不定的 而现在的话是线上广告成本不断上升了以后呢 你在线下租门面店的那个过程 其实未必比他的成本高太多啊 原来老觉得线下店贵 其实不一定的 线上真正成本降低的地方是在于他的货价无限大 他可以上无限多的商品 这个呢是线下超市比不了的 我们刚才比较了一下线上跟线下的差异 咱们再讲讲永辉是谁啊 永辉呢是个生鲜超市的领航者 中国几个超市的上市公司都有各自的这种领域 永辉主要是做生鲜的 1995年创建于福州 最早是做威力超市的 到2000年呢在福州平溪新村门口 开设了第一家专业化的生鲜食品超市 从这以后才开始正式的进入生鲜超市的这个范畴 永辉的主要用户人群呢 是中低层次的购买力 主要锁定的是家庭主妇 在2010年呢 A股上市 但是经过疫情以后 生鲜电商这块就崛起了 生鲜超市这个事呢就没法挣了 亏损关店 这就是永辉最近遇到的问题 北京也有永辉啊 但是我跟我太太那天还专门研究了一下 缺乏品牌的区隔号召力 你一想永辉的时候它没有什么特点 你想我要去买一些比较放心的东西 我会去山姆 我要随便买一些东西的话 找着近的我可能会去物美啊 或者去一些周边的小的商超 甚至现在我们都不去这种小商超了 都是直接京东配送啊 或者是美团配送就完事了 所以现在永辉呢 面对生鲜电商完全无力招架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胖冬来模式 刚才我们也讲了 就通过品质树立品牌 红树供应链 这样跟山姆模式是比较相近的 那么明创优品加上永辉以后 到底会怎么样 明创优品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个是小商品的选品 供应链的管理 这块是它比永辉强的地方 品牌形象的设计与定制 也是明创优品比较强的地方 我们到全世界的明创优品店里去看 其实涨的都差不太多 你一进去就看到 这是明创优品的店 它卖的东西呢 你在淘宝上在拼头多上都有 但是呢到明创优品呢 它会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品质保证 它还是有一定质检能力的 明创优品真正比较强的地方 是数字运营能力 它能够通过线上的数据收集方式 来确定什么东西好卖 什么东西不好卖 然后在有限的货架下 摆上最应该出现在那里的这件商品 所以明创优品实际上 是一家伪装成线下超市的电商公司 大家一定要给它定位清楚 而永辉的超市是什么呢 就是生鲜超市这种运营能力 还是明创优品所不具备的 明创优品里是没有任何生鲜东西的 而且现在永辉关了这么多店以后 大浪淘沙剩下的店都还算是比较有价值的店 最后能不能成呢 或者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现在去回答这个问题啊 有点太早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呢 是一个新的路径和风口 正在转换的时代 就是对于所有的电商和这种商超来说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京东退出了永辉 阿里最近也在考虑退出大润发 大润发实际上是一家台湾超市 但是在国内呢 应该是中国销售额最高的超市集合 阿里是持有大润发72%的股份 现在正在找卖家准备把他直接卖掉 现在可能高领会冲上去买大润发 大型电商平台呢 其实早期是希望做全零售 把整个零售领域全都占住 但是呢 经过了疫情的考验之后 发现自己跟这种传统商超 很难形成协同 新零售社区电商看起来很美 但是现在呢 很多的大型电商平台 都在逐步的退出这一块 因为他觉得这一块实在是有点太累了 或者说他们在准备自己完全做线上方式 就不再去跟这些线下传统商超去打交道了 而商超管理供应链的方式与电商平台 也是完完全全没法去配套的 我不能说通过京东的管理方式 通过阿里的管理方式来去管理 永辉或者大润发的这种商超 你根本管理不了 那么京东超市河马呢 其实也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而且都有点碰得满头是包的一个感觉 现在呢 在整个零售业里边又进来三个狠角色 一个是抖音 一个是美团 还有一个是拼多多 他们的即时零售 直播电商社区团购 等于在这几块里面 现在是把这些传统的电商平台和传统的商超 都打的完全找不着北 而且传统的这些电商平台跟商超合并了以后 或者是组合了以后 也很难找到一个出路跟他们进行对抗 现在跟他们打的有来有回的是谁 是山姆 也怕山姆加上京东配送 现在可以跟美团啊 拼多多稍微的战斗一下 但是其他的都搞不定啊 然后胖东来应该也可以跟他们战斗一下 所以电商平台呢 前面都是负重前行的状态 现在要轻装前进了 就把十之五味 弃之可惜的这些鸡类 直接都扔掉 就是他们手里边这些传统商超的股份 直接都卖掉了 那么胖东来这个事 是不是就算是偷鸡不成 十八米 这个事情就搞废掉了呢 在永辉支持了半天 最后被名创优品给偷了家了 人家保护性收购 直接把他给扔出去了 在十月二号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来 谁呢 新巴新有志带领全套的高管团队 走访胖东来 余东来这个董事长亲自陪同 这是什么人 这是MCN机构啊 这是快手一哥粉丝超过一亿的人 前辈因为跟疯狂小阳哥打仗 整个把账号给封掉了 你说新巴是不是就在快手里死掉了啊 不要想新巴的徒弟在快手里边 还有一亿以上的粉丝 所以他依然可以在快手里边呼风唤雨 没什么问题 只是新巴自己说 我要去开超市了 我再也不要去做电商直播了 MCN机构的人设 他们的树立方式跟胖东来是比较相近的 你像新巴 任何东西只要是有毛病 假一赔三 亏了钱我也得赔 他树立的就是胖东来市的人设和口碑 两家如果能够合在一起去做点什么事情的话 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的 现在新巴讲的是 我要去开超市 我专门要去开到山姆对面 我就要把山姆干躺下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或者他们两家合在一起 是不是能够干出一些什么事来 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刚才我们讲了 电商平台跟商超的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是差异很大的 因为电商平台的货物非常众多 他没有货架的问题 他享有多少货有多少货 而且电商平台的很多货物不是他自己管理的 他都是交给这些下面电商平台上运作的这些商家去管理 只有谁是自己管理的 就是听多多的全托管模式是他自己在管理部分的供应链 其他的都是人家管的 但是M4N机构的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 其实跟商超是比较相近的 他的货比较少 因为他需要选品选完品以后 在短期内把它外报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 限制大主播长大的前提下 进行彻底的私域化运营的方式是什么 因为抖音和快手都是说流量是我的 你不能把它偷偷拿走 自己去做私域运营 星巴也好 疯狂小岩哥也好 跟抖音快手这些平台都是有这样的矛盾的 那么解决方式呢 东方甄选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自己做APP做全流量平台的上架 就是抖音快手 拼多多他们不上 淘宝京东他们全上 交个朋友 就是罗永浩他们也是 我把所有的平台都上一遍 这样你就没法去限制我了 而星巴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我不做直播了 或者说我自己不做直播了 我让我徒弟做去 我去线下开超市了 而且第一站就去了河南 去胖东来店里头去 而且是两边的高款团队 在胖东来店里头会合 由于东来亲自带着星巴自己去转悠 现在呢 胖东来给出的消息是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合作方案落地 我觉得所有批谣的呢 大家只管照着正常的方式 往前走就完了 所有批谣的背后都是真实的 咱们就看看未来快手一哥 星巴跟胖东来的于东来两个人 到底能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还是后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 好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